Hello,大家好,欢迎您来到Tony的频道 我是Tony 这次我要来分享一下我使用Telegram电报的一些心得体会 大家都知道 Telegram电报它聊天的方式通常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你加入特别人的群组聊天 就加入不同的一些电报群就进行群组的聊天 第二种方式就是你跟某个人一对一的普通的私聊 第三种方式就是你跟别人通过加密的方式 进行私聊 然后普通的私聊呢 跟群组的聊天呢 Telegram它的那个消息呢 是储存在它的云单服务器上的 而且也是加密储存的 而那个加密私聊的方式呢 它那个数据呢就只储存在你的移动中端的那个设备上 比如你的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上面呢 是这样的方式来的 那有些人觉得 为什么Telegram不把所有的方式 比如存组聊天 个人的一对一的聊天 全部都用加密私聊的方式来实现呢 其实实际情况 如果所有都用加密私聊的方式来实现的话 那你的那个Telegram的聊天的消息就不能漫游了 漫游是指从你这个设备到另外一个设备的消息的同步 比如你在手机上用Telegram来聊天 待会你回到你的PC中单或者苹果电脑上去使用Telegram的话 如果你的那个消息没有漫游的话 那你就看不到之前发过的历史消息了 所以它这个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群组聊天跟普通的私聊呢 它的聊天的信息呢 是储存在它的个人的云南服务器上的 所以它那个消息也是加密的 就是你不管是私密聊天还是群组聊天 还是普通一对一的聊天 就所有的电报消息呢 它的传输过程中和它的信息储存 都是始终都是安全加密的 私密聊天中的消息呢 是它是端对端 端对端的通信 它的聊天信息呢 是没有储存在云南服务器上 只存储存在你的移动中单 比如你的手机上 你的那个iPad上面 是在本地的设备上去储存的 而云南的那个服务器储存呢 就是在群组的聊天中 这个才用得到 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随时 比如你换了手机或者换了别的设备的话 你的聊天的信息呢 就是可以从这个设备 同步到另外一台设备上面去 就是方便你的漫游使用了 而比较安全的 而且比较安全隐私的那种加密聊天方式呢 它是使用了额外的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加密 而且它这个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加密呢 它这个是在Telegram的云南服务器上 是不留任何的痕迹的 而且它这个加密聊天的方式 那个消息呢是支持这个自肥的 就是你过一段时间 它就没有保持这个记录就销毁掉了 而且它这个加密私聊的方式呢 它的消息呢也不允许你转发 就不像那个群组聊天 你可以从这个群组转发消息到个人啊 或者别的群组上面去 但是加密私聊的消息是不允许转发的 而且过一段时间也不留痕迹的 就是你从某台设备上注销的这个账号 它的消息就自动就全部都清除掉了 所以加密私聊的方式呢 它就不是云南服务器上储存的那种方式 你想访问加密私聊的信息呢 它就只能回到你延迟的私聊的设备上去访问 才能访问到 那有些朋友没有使用过这个加密私聊的方式的话 是怎样开启这个加密私聊呢 我这里来简单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手机上的Telegram APP 打开Telegram APP 然后在这个Telegram APP的右上角 有个这个铅笔一样的图标 这里点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个地方 这里有新建群组 新建加密对话 新建频道 点第二个新建加密对话 这里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显起你想 要跟某个人进行加密聊天的这个联系人 因为我现在选择这个这个小新 点进去了之后呢 他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加密私聊的一些对话方式 你看他这里就提示说 使用的是端对端 端到端的加密 不会在有文端的服务器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而且支持夜后祭匪 就是你读完了之后呢 这个消息就自动就消失掉了 就销毁掉了 就不留着任何的痕迹 而且他这个加密私聊的消息也不允 不允许任何的转发 所以这个私密性呢是非常的强 而且隐私也非常的高 因为我这个聊天联系呢 他现在是没有上线嘛 如果对方上线的话 就可以说到我这个 我发出了跟他私密聊天的这个对话的请求 如果他接受的话就 那样子我们双方就可以进入这个加密私聊的方式了 所以这种的聊天方式呢 就是相对于其他即时通信的那种聊天方式的私密性呢 安全性呢是非常的高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怀疑这个telegram电报的这个聊天功绩呢 是不是像传说中呢 这个安全性非常好呢 隐私性非常好呢 就是说可能对这个有一些怀疑的态度 但是话说回来呢 就是说任何的软件任何的聊天工具 也不是说绝对的安全性 就是绝对的安全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常用的这几款的这个 包括国内的啊 包括其他什么WhatsApp啊 这些聊天工具啊 这几种来比较一下 就telegram的这个电报的聊天工具呢 它的安全性隐私性是相对以来是最高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它的数据的传输跟安全通信方面呢 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它软件的整个的代码都是开源的 就是它的代码是公开的 即使你就是你的telegram 在通信过程中被第三方的服务商 或者那个互联网接受商被它截获的话 就是你通过telegram 发送的这个聊天的消息 发送的文件 包括一些媒体啊 图片啊 那些文件被它截获的话 因为它传输过程中 这些文件数据都是加密的嘛 就是第三方它截获这些数据的话 是没法去破译的 是没法去破译的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就有可能就安全性是就有一些缺陷 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你的移动设备 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你的pad 在没有密码保护的情况下 被第三方的人 第三者去拿到你的手机 拿到你的平板设备 拿到你的电脑来使用这个telegram的话 而且你登录telegram 就是没有密码保护的嘛 那第三方的人 拿到你的手机 是可以直接登录你的这个telegram的 因为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是需要你的账号啊密码去登录嘛 在登录过一次之后 你第二次去登录的时候 是不需要账号密码去验证了嘛 除非你在别的新的设备 去登录的时候 需要重新验证 如果是韩式原来的设备的话 你是不需要重新去验证的 所以你的手机万一丢失了之后呢 被别人捡到了 如果你的手机上是装有telegram的话 那它打开你的手机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telegram 然后你上面的聊天消息 当然这个第三方也是看 就是说 它是人眼看得到你的消息了 就不是说破解你的什么加密消息这些 所以为了保护你这个设备的隐私性 我是建议你在telegram的这个设置菜单里面 有一项是这个隐私以安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隐私以安全这里 你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在这个下面的菜单这里 在下方这个地方 有个锁定码Touch ID跟这个两部验证 这个是加强你这个安全性的使用的 就锁定码你就可以用你的那个 这个图形滑动的那个手势的那个锁定码了 Touch ID就是你用你的指纹来解锁这个设备了 然后这个两部验证就是你这个设备呢 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或者在别的设备上重新登录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启用这个两部验证 如果你开启了这个两部验证的话 而且你开启这个两部验证 它是需要添加一个密码保护的 就是你每次去登录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这个有这个密码 在新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 它就自动启用这个两部验证了 这样子就大大加强你这个使用Telegram的安全性了 这样子就避免了你的手机丢失了或者别人捡到了 可以随意打开你的手机来查看这个Telegram的聊天消息了 如果你启用了这个两部验证 别人拿到你的手机没有这个没有通过两部验证的话 它是没法查看到你的这个Telegram的那些所有的聊天信息了 所以这个安全性相对来就是说高了很多 在使用Telegram的这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 因为我个人就是使用iOS的设备相对于使用Android的设备这个时间就比较多一些 我比较常用的就是用我的这个iPhone手机 在iPhone手机这个iOS设备上面呢 你用这个Telegram呢 去加入一些群组聊天的时候 就会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我打开这个Telegram来演示一下这种情况 就通常你在苹果的设备上 比如iPhone和iPad上面是上面你用这个Telegram去加入一些群组聊天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些群组呢你是很奇怪 明明它这个群组是群在的 但是你没法加入 就遇到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之前是加入了某个群组了 而且也正常聊天呢 但是某一天呢你就发现这个群组点进去呢 就看不到任何的聊天信息了 而且你也没法在这个里面去发送的任何的消息 比如我现在点这个Telegram的群组 之前我在这个群组呢是正常聊天发消息的 但是我现在点进去呢 你会看到这里面是一片空白 然后中间有个提示的信息 就是你现在是没法看到这个聊天群组的任何信息 而且你也没法发送的任何信息 在这个苹果的iOS设备上的用户呢 就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到现在都是都是比较麻烦的不及了 之前网上流传的就是有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你安装Telegram X的就是旧的版本 5.02的版本 这个方法之前我也用过一段时间 确实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你装了旧版的这个Telegram X5.02的版本 你在这个iOS设备上面点进去这个 就刚才我那个群 显示那个群组 它所有的聊天信息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这里我就来演示一下 这里我提示一下 如果你是安卓设备的那个老司机 你可以就是下面的视频你可以忽略过 如果你是那个苹果设备 iOS设备的用户老司机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继续往下看一看 就是如果你也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 在iOS设备上用Telegram就是无法加入一些群组 或者无法查看Telegram一些群组的消息的话 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就要来在我的手机上安装 这个Telegram X5.02的版本 它最新的版本是5.03的版本 5.03的版本呢 它也跟这个Telegram一样 就是某些群组也是无法正常的查看那个聊天消息的 就是网上是流传这个5.02的版本是可以正常查看的 之前我也用过一段时间 这个Telegram X5.02的版本 好现在打开那个 我现在打开这个PP住所来 点至你的安装 安装本地应用 然后选择安装的文件 再浏览到你安装文件所在位置 这里看到的就是 这里看到的就是 Telegram X的 后面带一个XX的这个5.02的版本 就这个版本呢 它是 就是能正常查看这个 Telegram所有聊天纯组的消息的 这个安装文件呢 有几种方法去获得 一种方法你就使用网上 其他人分享的 已经下载下来的这个 Telegram X5.02的这个安装文件 或者你可以用 网上其他人分享的方法 就是用抓包的方法 抓包的话你是要用 苹果iTunes那个 那个来下载安装 这个 这个Telegram X的这个安装文件 它默认下载的是5.03的 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你想安装这个旧的版本 5.02的话 那你就要通过抓包的方式来获取的 正常的话是不能下载到5.02的 你通过抓包的方式就可以下载到这个5.02的安装文件 不过抓包的方式呢 我是建议小白是不要用这种方法 因为那种方法比较复杂一点 操作比较繁琐一点 小白的话 我是建议直接用别人分享的这个5.02的安装版本的文件 切一切安装 好 现在我来用这个PP助手来安装这个Telegram X5.02的安装文件 然后打开它 好 现在打开这个Telegram X5.02的安装版本的文件了 然后这下面呢 它有个显像 就问你要不要自动下载最新的安装版本来替发安装 这里就不要勾写了 这里就不要勾写了 就直接用这个5.02的安装版本 直接用5.02的 不要用这个5.03的 5.03的是最新的版本 好 现在点击安装 然后看一下这个安装进度条 它现在正在安装这个5.02的Telegram X的版本 稍等一会等它安装完成了 好 现在看到已经安装完成了 现在把这个PP助手这个传息先关掉先 如果你用iTunes去安装这个5.02的安装文件的话也是可以的 不过iTunes安装到你那个把这个安装文件安装到你的iPhone上面去啊 你首次打开这个Telegram X的时候呢 它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让你输入这个Apple ID的用户名跟密码 如果你没有这个Apple ID的用户名跟密码的话 那你是没法去登录这个Telegram X的版本的 然后你用这个PP助手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安装完这个Telegram X 就回到手机的桌面上先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官方的Telegram Modem的APP 这个后面是带一个X的 就是Telegram X的 它也是官方的程序 就这两个都是官方的程序 如果你用第三方的这个Telegram Telegram那个客户端的话 我是不建议用第三方的Telegram客户端 因为它那个安全性和隐私性就没有保障 还是用这个官方的这两个APP比较好 现在我打开这个Telegram X 现在我输入我的手机号码 这个时候要数你的手机号码 登录 现在我输入我的手机号码 这时候他发个验证码给你 输入验证码 现在就已经用Telegram X来登录进来了 现在点进去看能不能正常查看聊天群组的信息 你看这个Telegram X就可以正常查看之前在Telegram里面不能正常查看的聊天信息 滑下来 再看一下之前有个群组 他那个群组一般都是聊电脑技术的比较多的 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那个聊天群组也是点进去看不了任何的信息 现在我这里点进去 你看这里就可以正常查看这个聊天群组的信息 说明这个Telegram X还是有效的 用这个旧版的Telegram X 5.0的版本 你看这个Telegram X 5.0的版本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Telegram 如果有些聊天群组不能正常加入群组或者不能正常查看聊天群组的一些信息的话 你就用这个旧版的Telegram X 5.0的版本就可以正常查看这个群组的消息了 现在你就可以安全又自由的在这个IOS设备上使用这个Telegram的聊天程序了 如果你是安卓的用户的话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安卓它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只有在苹果的设备上IOS设备上才有一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包括苹果电脑上也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实某些聊天群组啊你不能正常加入也不能正常查看这个聊天的消息 所以用这种方法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点的是如果以后这个Telegram X的版本呢 它更新的某些设置或者苹果的IOS设备把它的固件呢 升级了之后对对这些措施呢做一些限制的话 也可以导致这些旧版本用不了 那就要用其他办法来使用这个在IOS设备上使用这个Telegram 才能正常查看这个所有的聊天群组的信息 好 这次关于这个在IOS设备上安全自由使用这个Telegram的一点小小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分享和我的视频感兴趣 请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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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规定 至此 收益 最 bart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